吴宁朗 明明长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开始带你来看到 为了迎接双十国庆 花莲县政府在10月10号的上午在太平洋公园 举办光辉10月国庆申请典礼 和2023年爱恋花莲国庆见走的活动 现场涌入许多热情民众与游客 那么县长徐真卫与立委布昆琦 县政府各局处的首长和乡亲一同升旗高唱国歌 用满满的活力欢唱国家的生日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现代习中华民国历经多次的困难与挑战才有现在的安定繁荣 幸福每个月的升旗典礼也代表着心中有国家才会安定的家园 花莲政府持续积极推动各项政策以及建设 吸收朝向观光幸福花莲打造永续城市的目标前进 感谢所有人的努力以合作 共同来守护花莲这块美好的土地 中华民国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经过了112年 经过了武昌起义 经过了十大建设 经过了现战 才有现在安定繁荣 就像刚才的棋子一样 我们要一直让他不断的飘扬好不好 好不好 守护我们的家园就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双十国庆今天隆重登场 在这个国庆的廉价 我们能够大手牵小手 一起欢度我们的国庆 今天的升旗典礼 在台湾各地来举行 这是花莲人的日常 我们每一个月都要升旗 我们的重要的庆典 挂满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在我们花莲县 我们是一个热爱国家的花莲 国庆舰走由现场许正伟带领的 贵宾们鸣敌为活动揭开序幕 众人从太阳广场出发 顺着一望无尽的太平洋海岸向北舰走 途径太平洋公园 两岸自行车道 并且在停车场折返 全程来回三公里 约50分钟 沿途欣赏太平洋的壮阔浩瀚 感受欢迎的海景和美景 呼吸新鲜空气 让身心舒畅 心旷神移 而活动也特别安排 战绩演出 跆拳道 步道等多项表演节目 签出国家生日 发扬全民爱国情操 共创幻眠未来 卷走完摸彩奖项非常丰富 包括65寸55寸一斤电视 厨司机 小提机器人 电子锅 电风扇 气炸锅 吸尘器 以及浪贵礼券等等 而在那里民众也可以上网 到名称处公告来查询 记得就关华视频道